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专题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包姓子 今日新闻概述如下 赖清德周一宣誓就任台湾第六位民选总统 预计他将继续引导台湾 沿着前任总统蔡英文设定的方向前进 赖清德在一月的选举中 赢得了民主进步党的历史性胜利 打破了自1996年台湾转型为民主国家以来 DPP和更亲北京的国民党 每八年轮换执政的传统 作为蔡英文的副总统 赖清德面临着巨大计则的挑战 蔡英文在任期间显著提升了台湾的国际形象 同时在其有争议的政治地位上小心翼翼 以免激怒中国或美国 蔡英文的任期内 台湾经历了一波新的民族主义浪潮 并在2019年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2022年引入了同性收养 赖清德预计将继续引导这个东亚民主国家 朝着相似的方向前进 尽管他曾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现在他强调维护现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5月20日 台湾迎来了新一任总统赖清德 这位曾经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如今面对的挑战堪比权力的游戏 不仅要接过蔡英文的火焰与兵 还要在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中 带领台湾继续乘风破浪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对赖清德的支持到底有多可靠 他会把台湾变成乌克兰吗 来 咱们一探究竟 赖清德的背景与执政理念 赖清德这位新总统可谓是从草根到龙袍的典型代表 出生在台湾一个普通家庭 早年接受医生培训 却在第三次台海危机后弃一从政 1995年至1996年 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验 这让年轻的赖清德 瞬间燃起了保卫台湾的熊熊斗志 在政坛上 赖清德一路从立法委员、市长、行政院长到副总统 堪称政坛万金游 他的政治立场一直坚定支持台湾独立 被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不过就任总统后 赖清德表示将继续蔡英文的政策 维护现状 避免激怒北京 看得出来 这位新总统还是挺懂得见风使舵的 赖清德的执政挑战 赖清德接手时 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多数席位 被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夺走 这下子 赖清德在推行政策时 就像是单调对方的群殴 反对派已经明确表示 将通过法律手段限制赖清德的权利 比如对国家安全法案的修正案 简直是处处涉卡 而台湾社会内部问题也是一堆一堆的 蔡英文执政期间 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也有不少问题 几代解决 年轻人天天喊着高房价和低工资 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让人提心吊胆 赖清德需要找到平衡点 既要改革 又要让老百姓满意 这简直比实面埋伏还要难 赖清德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来自中国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 并多次威胁将通过无力统一台湾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台政策是越来越硬 军事压力像是狂风骤雨 台湾每年都得面对中国军机频繁进入其防空识别区的情况 赖清德上台后 这种压力估计只会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安全保障者 但也玩得一手好暧昧 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让台湾既有期待又不敢完全依赖 具体来说美国会继续卖武器给台湾 但这够不够用来得及时步 这还得看美国自己的小算盘 美国对赖清德的支持有几分可靠 美国对赖清德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局势和美国的内政 拜登政府在多次公开声明中表示 将继续支持台湾的安全与发展 不过这种支持的具体形式和力度 还是个学定国的猫 军事支持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并进行军事交流与合作 是确保台湾安全的重要手段 2023年 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先进的 F16战斗机和其他军事装备 以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不过 这些武器的交付和实际使用还需要时间 而中国的军事威胁却是濒临城下 政治与外交支持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支持台湾的参与 是另一种重要的支持形式 近年来 美国加强了与台湾的外交交流 提升了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然而这种支持也面临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对 2022年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 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 北京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显示了其反制措式的强硬态度 台湾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吗 乌克兰危机以来 台湾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 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入侵时 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 但战争带来的破坏和人道灾难也不可忽视 台湾是否会走上同样的道路 相似之处 台湾和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 两者都处于大国博弈的前沿 面临来自邻国的军事威胁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两国的支持 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战略模糊性 不明确的承诺让局势更加复杂 不同之处 然而台湾和乌克兰也有显著的不同 台湾作为一个岛屿国家 地理位置相对孤立 这使得中国的军事行动更加复杂和高风险 此外 台湾与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关系更为紧密 拥有相对较为先进的军事装备和防御体系 莱清德在就任总统后 明确表示不会主动挑起与中国的冲突 而是将继续维护现状 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 这种务实的态度有助于避免台海局势进一步恶化 但也意味着台湾需要在军事和外交上做出更多努力 以确保自身安全 赖清德成为台湾总统 面对的内外挑战可谓前所未有 他需要在维护台湾主权 和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之间找到平衡点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 但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 仍然是台湾的重要依靠 赖清德是否会将台湾变成乌克兰式的战场 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包括中美关系的走向台湾内部的政治稳定 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力度 作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赖清德需要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 谨慎而坚定地带领台湾走向未来 如《华盛顿邮报》所说 台湾的未来 不仅关乎2300万台湾人民的命运 也将深刻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赖清德作为台湾的新总统 将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扮演关键角色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